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创新进行时 敬请收看 快递小哥的充电宝 2019年 中国外卖市场交易额 突破6035亿元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 电动自行车使用量激增 但充电爆炸事件 也屡屡发生 一位刚刚租了电动自行车 成为快递小哥的王师傅 经历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就希望多破点弹 多挣点钱嘛 一位致力于创新的在校大学生 两位不同生活轨迹的普通人 因为电动自行车充电问题 产生了交集 主要是因为我妈 因为我妈平时在给车充电的时候 主要都采用飞线 在校大学生杨国庆 因为自身的经历 决定帮助快递小哥 解决使用电动车过程中的 实际困难 在前期市场调研中 杨国庆了解到 车辆续航短 充电难 是令快递小哥最苦恼的事 而电池老化 过长时间充电 电器线路短路 私自改装 撕拉电线到楼外充电 这些都是引起电动自行车 燃烧爆炸的元凶 如何解决安全隐患 保护快递小哥人身安全 同时又能给他们提供便捷 杨国庆认为 如果想创新研发出 保障电池安全使用的措施 就得清楚地知道 电池着火的原因 分析电池温度 与危险指数之间的逻辑关系 以便能找到着火点 并通过网络平台报警 在危险发生之前 就进行阻断 为此我们找到了杭州消防救援支队 准备在一栋带拆迁的民房里 做一次模拟实验 我们今天来模拟发生火灾时的一个损害 我们选择的这处废旧的居民房主要是有三层 然后我们今天找了六辆废旧的电兵车 有三辆电瓶车停放在楼道里面 另外三辆电瓶车停放在窗边 分别模拟两种场景 一个是电瓶车通过撕拉电线充电 或者说虽然通过集中充电桩进行充电 但是集中充电桩距离主体建筑防火间距不足 可能会导致蔓延的这样一种场景 还有一种是电瓶车在楼道里停放 或者充电的时候发生自然的一种火灾场景 实验模拟了生活中 给电动车充电最常见的两种场景 并用假人模拟真人在楼层不同区域 一方面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 火势蔓延的速度 体会到电动车火灾的危害 另一方面希望燃烧实验过程中 能获取到电池着火的温度临界点 等相关数据 实验开始 消防员人为造成电动车电池短路 杨国庆希望从实验中 能获取到着火点及烟雾临界值 以便团队可以设计一款多重保护的换电柜 这样当快递小哥给电动车充电或使用时 当温度和烟雾接近这个临界点时 提前进行保护和报警 就能避免灾难的发生 电动车火灾的可怕在于 它的电池燃烧的时候 不仅会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热量 还会释放大量的有毒气体 再加上不少电动车的座椅材料 都是可燃的 一旦起火 十分危险 听到一些噼里啪啦的一个发辣的声音 现在我们往前 我们通过这个车温移 感受一下身上的温度到有多高 我们逐步靠近 可以看到里面这个果实 已经非常冷烈了 然后我们稍微再近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现场的温度已经高达了800摄氏度 现场的温度已经到了1000摄氏度 输散楼梯里面 视线已经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阻碍 我们基本上已经看不清楚 这个楼梯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了 实验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短路后电动车立刻产生明火 火焰温度为130摄氏度 30秒后 火焰温度升到310摄氏度 两分钟后 火焰温度达到680摄氏度 明火迅速蔓延了电动车部件和电池锁 电瓶车其他塑料件被引燃 实验进行到三分钟时 电动车已经被火焰包裹 温度达到1200摄氏度 黑色浓烟很快就蔓延到了三楼 整栋楼浓烟笼罩 我们在火灾消防实验中了解到 电池爆炸的危害非常大 一般灭火气很难把火扑灭 为什么简单的电池充电会引发爆炸 为什么又会不断复燃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 从这个一楼开始这个烟气 逐渐地通过烟通效应蔓延到三楼 大量的有毒有害气体产生 消防实验显示 电动车段路30秒就会出现明火 三分钟就达到上千摄氏度高温 如果是在室内 有毒烟气会以一秒钟三米的速度 切断逃生通道 当人体吸入高温延起 气管会被灼伤导致窒息 而毒气会使人出现头痛 晕眩 胸闷等症状 神志不清甚至死亡 此外 连续的燃烧爆炸 产生了大量黑烟 造成楼内光线不足 人员的自救和逃生 都极其困难 实验表明 电动车火灾死亡原因 多为吸入有毒烟雾 高温有毒烟雾比明火更致命 据杭州消防统计 2020年 因电动车电池引发较大伤亡火灾 27起 其中80%都是在电池充电时造成的 但电动车依然是 快递小哥出行的必备工具 那如何能避免使用电动车 会出现的安全隐患呢 在消防实验中 我们时时采集了电动车燃烧时 火焰及烟气的温度 根据实验获取的临界值 杨国庆和同学们 想设计一款具有多重保护的换电柜 如果在温度达到一定的界限的时候 能否给它继续断电 还有就是说 如果电池在冒烟的情况下的话 检测到的时候 能不能给整一个换电柜 进行一个集中的保护 对电池进行一个强制性的断电 还有一个强制性的降温 老实就说想法确实是可以 提供一个电池 一个很安全的充电环境 也就是说 要给电池安装一个智能充电系统 当电池内部出现故障 或电芯电压温度 达到危险数值的时候 这个智能系统 就会发出信号报警 并停止使用电池 虽然原理上很简单 但这对还是在校大学生的 杨国庆来说是从没经历过的 杨国庆能实现这个创新想法吗 他们决定先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打开 看看安全隐患来源于哪儿 电动自行车的充电电池 属于多个电池单元串联在一起使用 这种使用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消防实验中 在电动车着火的过程中 还会接连发生爆炸 这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一段 停在楼道内正充电的电动车 连续爆燃的视频 视频中电动车不断复燃并持续爆燃 整个过程持续了近一分钟 电动车一共发生爆燃35次 电瓶车的电池的爆炸 主要是它能量的瞬间释放 这种瞬间释放的原因 一般是有两种 一种它是内部的绝缘发生的老化 绝缘发生的老化 就是发生短路 或者电池的质量设计的不合格 那这个时候你充电的时候 它可能会存在过充的反应 那过充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 它的绝缘发生的破坏 发生破坏以后 它就会发生瞬间的能量释放 多个电池单元 串联在一起使用的充电电池 任意一个电池单元出问题 都会带来整体的危险 这种风险可能导致电池过度充电 和局部绝缘破坏 引起电池升温 燃烧 甚至爆炸 既然电池爆炸 要是发生在充电过程中 那根据消防实验中 我们实时采集到的 电动自行车着火点 能否在危险发生之前 就进行阻断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在电池温度达到一定界限的时候 及时断电 同时强制性降温 杨国庆团队反复实验 终于在老师的指导下 设计出了具有多层防护功能的 换电柜 具备温度保护及烟雾爆紧等功能 能及时保护电池 切断充电故障 蒸温 烟雾 燃烧 爆炸 这个危险链条 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 能就此解决吗 杨国庆找来快递小哥王富亮 我关心就是这个 主要是安全方面 还有这个价格能接受 按租电瓶来算的话 一个月是两百六十几块钱 然后充电是每天要三块钱 这算下来就只有三百多了 还有不算车子 只是电瓶那个租金 还有充电器的 充电的这个费用 连车子加电瓶的话 是五百多块钱的一个月 目前王富亮一天会换三次电池 他自行充电的费用 大概在一个月一百元 杨国庆提供的换电服务 再加上王富亮自己租电池的费用 每月要进五百元的费用 这是让王富亮这样的快递小哥 无法接受的 消防实验中 我们可以看到 电池爆炸发生得十分迅速 并且骑手数量庞大 换电柜集中充电 并实时监测电池状态 需要大量的人工维护成本 这是换电服务价格 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同学们想到了互联网技术 在换电柜设计中 采用互联网技术 将信息传递到云平台 用大数据处理方式 进行网络控制 实现换电柜充电的自动控制 节约了大量的人力 当检测到故障时 也能通过平台及时报警 让服务人员迅速处理 但是快递小哥们的电池 五花八门各种规格都有 都能放在换电柜里充电吗 电池不一样 如何使用呢 我在商场也就是手机突然间没电 看到那个接电 当时我就想这样取电挺方便的 当时就是如果我们把电动车 我觉得电池如果也能应用到 这个柜子里的话 应该也是可以通用的嘛 电池爆炸的风险主要是在充电过程 但也和电池本身的质量有很大的关系 顺着共享充电宝这个思路继续摸索 杨国庆团队觉得可以利用互联网思维 用大数据手段统一电池规格 走共享电池的技术路线 提高电池使用率 降低其手使用成本 把电动车电池像手机充电宝一样 放进柜子里 向使用者出租使用 无需购买 电池使用的价格就能降低下来 杨国庆的想法立刻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给新电池重新设计一款共享换电柜 在解决电池安全的同时 降低使用成本增加便利 一举多得 就是一个创新性 他们创新性地提出了 几点的适从的防护 然后又加了一个互联网平台 去管理电池 这样能够及时地获得电池的一些状态 并且能及时地进行防护 用换电取代充电 这样快递小哥们只需要租用电池 电池统一在换电柜充电 利用大数据实现无人职守 在大大提升电池使用效率的同时 也会充分地降低换电系统的使用成本 那这个思路能行得通吗 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用共享换电模式取代传统充电模式 安全便捷的同时降低服务价格 在这个思路的指引下 杨国庆团队和电池厂商合作 同学们设计电池管理系统和外壳 电池厂商做电芯 新设计出来的换电柜 终于实现了极智能换电 GPS定位 大数据平台 和手机客户端于一体 快递小哥可以在手机端注册信息 一分钟完成换电过程 实现了电动车锂电池共享 降低了近一半费用 快递小哥王富亮再次被邀请过来体验 挺方便的 从换电瓶到拿出来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价格相当于来说还算是合理的 原来那边如果要换的话 起码要三个小时左右 这个一分钟就可以了 确实方便了 但是它得什么时候能普及呢 如果是真的普及的话 那才就是真的方便 用户只要打开APP 搜索附近换电柜及站点 到航道你想去的换电柜 扫描柜柜子上的二维码 放进煤电的电池 新电池柜门打开 取走电池 使用者快速完成换电 全过程只需要一分钟 换电模式省去了充电等待的时间 提升了快递小哥的配送效率 每天的接单量多了 收入也就提高了 大学生们用科技创新手段 改变了电动车 充电难 充电慢 使用不安全等问题 2020年 学生们基于互联网的 锂电池换电系统的创新 以及对快递小哥的人文关怀 获得了全国互联网加交通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面对新国标下 继续升级的应用需求 共享换电模式 在未来顺其万变市场中的 发展变化 都等待着我们的创新与实践